很多人看到我这条视频之后说 都是劳动者 凭什么你六天赚五个月的工资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的工作环境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 还有吃饭的环境 就是跟房东家的工人一起在地上吃饭 或者点个外卖在自己的画面前吃 这是我睡午觉的地方 这是我出差画画的车票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 从小就是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 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家有多穷吧 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拼命的做各种兼职 这是做面装模特 就是给学化妆的人练练手 这是做打字员 这是穿玩偶衣服派传单 做礼仪小姐 大学的时候我也画过一些平面壁画 爬在九米高的竹子大的架子上去画 有些竹子踩着踩着就断了 人差点掉下去 而且花完老板也没有给钱 现在想想人家没给钱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大学做过超级多的兼职 不过我还是有努力学习 并且拿到了二等奖学金 我也没有任何的团队画画跟拍摄剪辑都是我自己来的 我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多流量 这么多人喜欢我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剪辑